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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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堂我们会讲一下声调的标调规则 看看这四个汉语评音 不如把声调放在声母上面 挺好看的 声母上面永远都不会放声调的 横跨两个可以了吧? 声母, 混母 这样更清楚, 这么大声调在这里 都不可以的 声调是放在混母上面的 放在衣上 我喜欢这个样子 是有规矩的 稍后有个口诀, 你看看吧 这个不用说了, 单位母 好, 你不记得上那一堂了? 说过, 如果在衣上面要遮住那点 所以这样也是错 也是错 快点看看标调规则 声调口诀 声调口诀 单个孕母不用说 有阿不放过 没阿找乌阿 一乌并列标在后 单个文母不用说 好, 先看看 这些就是只有一个英文字母的混母 即是说, 只有一个英文字母的混母 就不用说 声调就是放在英文字母上面就可以了 你可能留意到最后的 有两点, 眼睛那么有趣 下一堂我们就会学 这个读于 它有时会隐形 有时会出现 你记住 在出现的时候 一定要放在这两只眼睛的上面 如果它有声调的话 你就不要想像一样遮住它 看看下一句 有阿不放过 如果它是由两个或以上的英文字母组成的混母 就要找阿出来了 见到阿就放在上面 就对了 下一句 没阿找欧阿 没有阿就找欧或欧了 因为欧和欧两个是细不两立的 有欧不会见到欧 有欧不会见到欧的 好了, 我们就看看这儿了 咦? 说明有欧不放过 全部都没有欧 即是要背这句了 你欧就欧欧了 就放在欧或欧上面了 所以你也见到上面的 这个的G-A-O і 一个欧 有欧在里 Curtá 不要理会 我们找了啊 有没有啊 所以再放在这个上 依苜并列 carry手 有欧 prosecution 我们要用的云母 它需要两个英文字母组成的 即是一个这样 另一个 然后这样 没理 erg 声调放在后面的英文字母上,像这些,你会看到在后面的英文字母上。 不如试试考考你记不记得吧? 我们先看第一个词。 爽,你顺便考考你的声调。 爽,放在哪里呢? 又不是单个云母? 没有,有亚不放过,所以在个亚上面。 下一个,错,错,又不是单个云母,又没有亚,那就找欧,欧了。 第三个,焦,焦,焦, 最后三句都不是。 义乎并列,标在后。 下一个也是这样, 捶,捶, 又是IUI, 又是那句,义乎并列标在后。 好,最后一个。 弓,弓。 弓。 啊,这个又不是单个云母,又没有亚,所以是云OU。 大家熟不熟习呢? 做多一点就会记得啦。 那我们下一课会讲另外四个单云母, 就是这四个啦。 下一课再见啦, 再见。 1 2 2 2 3 4 3 4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